2024金門馬拉松 今天賽事來到第二天 半馬以及全馬組的跑者 共同跑過將近六公里長的金門大橋 其中海龍蛙兵們 今年同樣不缺席 在隊伍當中邊跑邊唱歌打樹 場面相當熱血 海龍蛙兵們穿上招牌紅短褲 舉其列隊熱血開跑 沿途中邊跑邊唱歌打樹 跟跑者隊伍一同跑過 5400公尺長的金門大橋 2024金門馬拉松 海龍蛙兵今年同樣不缺席 常常跑者隊伍綿延整座大橋 場面壯觀 上金門大橋那個風很大 真的很好跑 很舒服 兩位美麗女子選手 四六一二的話已經我們去下 很好 一二三 即使東北季風狂吹 仍嬌不惜跑者們的熱情 也不忘跟金房部全副武裝的官兵們合照 感受濃濃戰地風情 風稍微有點變強變大 所以有點挑戰 不過我發覺這個整個賽道 還有整個這個路線的規劃 還是都十分的完善 那我相信朋友來這邊 也可以享受到金門很多的這一種美景 由於適逢選舉 今年馬拉松活動打破以往 固定在一月第二週舉辦的慣例 提前一週開跑 而雖這兩天的賽事畫下原本據點 跑者們心中也留下 慢慢回憶 記者翁家俊金門報導 好 謝謝 谢谢大家